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製製一個3D列印的模具 以往我們3D列印都是直接列印物件出來一個成品 假設我們是列印一個模具 用模具來產生我們的成品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今天就是以這樣的測試來分享給大家 一開始會以冰塊來做示範 以及後續會有公仔的頭型 像這樣子我們看到的 這裡到底要怎麼做等一下後續會有一些詳細的解說 那其實它的過程並不是那麼的容易的 因為模具它有一些地方需要去注意的 那是什麼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在製作模具之前有幾個前製作業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做3D的建模 那這裡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模具的入門篇呢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做出來 那這邊我是使用布林運算把這個頭型給它運算出來 那這邊呢模具的話我把它分成公母模 所以我們會發現這裡呢會有一個地方是我們要注入水的 那為什麼我會把它導過來呢 其實各位去想像一下 我等一下後面在切片的時候會來說明 我們在列印物件的時候呢 以往我們錘料會留在下面的地方 那這裡呢我們列印模具 那模具我們如果把它這樣子想像一下呢 它就是必須要去相反過來的 然後這邊可能是比較抽象一點 然後以及說因為這個洞呢是比較小的 那我擔心說我在注入水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不好倒 所以我再列印一個小漏斗 來做一個倒水的動作 那這邊呢是使用螺絲跟螺帽來做搭配 讓它鎖緊一點 我希望它這裡呢盡量的不要去漏水出來 用螺絲把它逼緊 硬完到底能不能用呢 我們等一下後續還要再去驗證的 那如果不能用的話就是會比較麻煩的 那這裡呢我們還要進行下一步的動作 那在3D建模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入切片軟體的一個設定 那這邊呢就是我剛提的 為什麼會把它上下顛倒過來 主要是因為我想要讓它立著印 因為立著印的話我會用Z軸來修飾這個表面 我希望做出來的成品呢 它表面可以比較光滑一點 所以我想要用Z軸來去修飾它 那這樣子的話它就會有一些垂掉的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從前面的東西這邊去觀察到 它的垂掉的地方就會留在上面 那假設我們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它會變成垂掉是在頭的部分 那頭的部分我們做出來的成品呢 就會比較明顯 所以我希望它留在底下的部分 所以我在做3D的時候就變成要上下顛倒過來 那這裡呢你也可以去用這個方向來去列印它 這樣的話就比較不會有一個垂掉的問題 但是在相對的表面就沒有那麼的好看 那這裡呢是各有優缺的 如果是以這樣直立的印的話 雖然它表面呢是比較好看一點 但是它有可能在Z軸 這個面呢我們模具接觸的面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平整 畢竟它是這麼多層去堆疊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只是躺著印的話 那這一層就是一層而已 所以這樣子平整度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這邊可能要去拿捏一下 做好的前端的3D鍵模 以及切片軟體設定的前置座位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進行3D列印了 那基本上這個物件呢 模具的話表面是方方正正的 所以是都還蠻好列印的 除非你的平台可能沒有校正好 它可能會有翹矩或脫落的現象 不然基本上列印的時候呢都蠻輕鬆的 那這裡呢盡量也是慢慢的去印它就好了 盡量不要太快 我們也希望說 列印完的模具呢做出來的成品呢是比較好的 那這裡呢你也可以使用透明料去列印 這樣子我們在灌注東西的時候 灌注膠或是灌注水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容易看出來 那這裡呢填充密度不一定要很高 然後這邊是設定20%去列印而已 那這邊呢就讓大家去測試一下 你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做什麼樣的設定 列印完之後呢 我們來檢查一下模具的表面 看起來喔 的確是用Z軸的話來修飾表面的話 看起來完整度比較好的 那看起來品質還不錯 但是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小毛邊 這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那就是需要去把它修整一下 那這裡呢我會用斜口錢把它修整一下 因為這個模具呢是凹進去的 凹進去的話我們很難做刀呢 去把它打磨乾淨或是用砂紙 畢竟這個模具也是比較小一點 也比較難去處理 所以那我這邊呢就是以斜口錢 稍微把它修飾一下外觀 那盡可能的把它的毛邊修掉 那我們再去測試一下它的後續 做出來到底會是怎麼樣 再把一些毛邊呢都修整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模具的組裝了 那這邊模具的組裝呢是用螺絲跟螺帽 那特別在於這個螺絲螺帽呢 我是使用不鏽鋼的 因為它可能會接觸到水 所以我盡可能是使用不鏽鋼 避免螺絲未來會生鏽 那這邊呢也要看一下 我們有做一個小漏斗 那這個小漏斗不知道合不合適 我們就要把模具組裝之後再來 插進去看看會不OK 那看起來呢是沒有問題的 那模具組裝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有一點縫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漏水 那可能要實際測試才會知道 那這裡我就盡可能呢把螺絲呢給它鎖緊 盡量讓它可以面與面可以更貼合一點 希望它是不會漏水的 那還是要以實測來做觀看 模具組裝完之後呢 就直接來進行灌水的測試 不知道它不會漏水 當然希望是不要的 那就實際來裝裝看囉 那第一次裝的時候發現 它的水呢是從側邊的縫隙流出來 就是我們的分膜面這裡呢 直接流水出來了 完全沒有辦法把水裝在裡面的 那這邊呢我就把模具再重新拆開 拆開之後呢 我在它的分膜線的邊緣這裡呢 我先塗上一層熱熔膠 上下膜我都把它塗熱熔膠 塗完之後呢 我再把上下膜再重新結合起來 結合完之後呢 我在它的縫隙再塗上一層熱熔膠 很厚的熱熔膠 我希望它不要漏水 我們再來測試看看 第二次測試之後發現 它還是漏水的 那到底是從哪裡漏呢 它的縫隙還是有一點點的漏水 以及螺絲的孔 它直接從螺絲孔漏水出來了 那這裡呢 我就沒有把模具再拆開了 我就直接把熱熔膠 從螺絲孔呢 螺帽與螺絲孔這個地方 全部把它灌膠進去 整個把它填滿 填滿之後呢 我再來加水之後發現 有好多了 它是漏水的情形沒有那麼嚴重 但好像還是有一點點會滴出來 那就是我持續的去把它做灌水的動作 最後放入冰箱 我們看一下到底會怎樣 好放了一整夜了 相信它應該已經解凍了 那在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另外拿一個寶特瓶的瓶蓋呢 加一點水 放在旁邊一起跟它做冰凍 那這樣子呢 我就可以透過寶特瓶 如果它已經解凍了 那表示我這個模具裡面的物品呢 應該也是解凍了 好那所以我把兩個呢 一起拿出來 好順便 我來觀看一下寶特瓶的瓶蓋 它的冰塊呢 它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發現說 它已經開始有溶解了 我才拿出來一下子就在溶解了 好所以這時候呢 我必須要跟時間做賽跑 好我就趕快的把我 模具的外層的地方呢 我有弄很多熱熔膠 趕快要把它處理掉 以及螺絲孔也要把它處理掉 螺絲孔是特別難處理的 好要趕快把這些熱熔膠給它挖除掉 挖完之後呢 趕快拿工具把螺絲給它拆開 拆開完之後呢 發現 上下磨是非常難脫模的 好似乎是有一點卡住的情形 那可能要用一點小工具 在這個縫隙裡面插進去 好慢慢的插慢慢的插 好這時候呢 我看到 寶特瓶的冰塊呢 已經 越來越 多水 開始溶解掉了 這時候我蠻擔心 裡面的物件不知道會怎麼樣 好所以我把它搖一搖 發現 感覺裡面蠻空的 那 不知道裡面到底有沒有東西 好 那 費勁了一番功夫之後 終於把它打開之後 發現 裡面根本是空的 完全沒有東西 好不知道 水到底跑哪去了 大概全部都流走了吧 好只剩下耳朵 有一點點結塊的情形 好所以 用水的話發現它的 模具呢 完全是沒有辦法 把它保持在裡面的 它水都是從風氣中流掉的 好那蠻可惜的 那在測試過冰塊的 模具呢發現 是沒辦法使用的 好因為這個模具呢 是設計的不好 主要是設計模具不好 而不是 它不能用 那這裡呢 難道這副模具 就要報廢了嗎 好那我就想 那可能可以用一些 比較黏稠性的膠 來測試看看 好像是熱熔膠 那這裡呢 我就拿熱熔膠來測試看看 那這邊是沒有辦法像 水這樣是 上下膜合在一起之後 從上面去灌膠進去的 因為熱熔膠它比較黏稠 大概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進不去了 好它的膠可能流不到下面 所以呢 我就把它 上下膜給攤開來 好直接在它的表面 注入膠進去 那這邊呢 我也需要跟時間曬跑 我要分階段性的注入膠 好先注入第一層 然後再留一點點空隙呢 再要注入第二層 那注入第二層的時候呢 速度要快 好因為我要趕在 熱熔膠它 冷卻之前呢 讓上下膜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等一下呢 我們脫模之後呢 它的物件呢 才會連在一起 那雖然這邊可能會有一個 分膜線 那是沒辦法避免的 那這樣子呢 可以讓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好所以我要跟時間曬跑 然後 測試 那這邊呢 我就不用再冰洞 一整天了 我就是拿去讓它冷卻 冷卻完之後 我們再進行脫模 看會怎麼樣 等到這個膠呢 都已經完全冷卻之後呢 就要進行脫模的動作了 那這裡脫模也是 蠻不好用的 是花了一番功夫的 那這邊因為在 模具的設計呢 是非常隨性的 完全是沒有去考慮它的拔模角 所以在脫模的時候發現說 在工模的地方 它是有一個倒勾的 所以 在脫模的時候呢 有一點把物件呢 稍微把它拉扯開來 有點破掉的情形 但是還能用 那整體 脫模完發現說 整個物件呢 是有完整的 看起來還不錯的 但是因為它是有點透明 太透明的情形 所以說 是看不太出它的五官的 那整體來說呢 以熱熔膠來做脫模呢 是OK的 它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在脫模的過程呢 是蠻辛苦的 要花一段時間的 而且要小心 如果一不小心呢 可能會把模具 模具裡面的物件呢 給它弄破掉的 那熱熔膠脫模之後的成品呢 它在表面 是有一點溢出的情形 這是蠻正常的 那中間呢 是有一個分模線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那因為呢 熱熔膠它是比較偏乳白色 又有一點半透明 所以它在五官上呢 是沒有那麼清楚的 所以呢 我就想說 我先把它的毛邊呢 把它修成掉 我希望呢 用壓克力顏料 把它塗上顏色 看這樣的結果 會不會好一點 那這邊呢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示範囉 來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做出来的成品看起来是蛮可爱的 上过设置后发现它五官就变得更清楚一点 仔细去观察会发现说 其实它该有的特征都有出来 表示说热熔胶来运用在3DDM的物件是蛮适合的 而且热熔胶它是有高温的 这次的测试发现PLA它是承受得住热熔胶的高温的 发现模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边呢特征也做得蛮好的 差别在于说可能脱模上要花一点心思去设计模具 不然它的表面可能会有一些粗糙的地方 或是有倒沟的情形 那这里呢这次设计的模具呢 是不太适合拿来做造型冰块的 除非说我们造型冰块有其中一面是平整的 我们就可以放平来放水来制造冰块 如果是要做一个造型的它是一个3D立体的 用这种上下模的方式可能会有漏水的情形 这样子模具可能要重新去做设计 想办法去克服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让它不要漏水 那这里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为止了 那这一次呢3D是不方便提供的 那就是分享这个制作过程有兴趣的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拜拜